客人每个月薪水是2000块钱 扣押薪水扣押25% 最后跟债主谈判 做一相应的文件 到法庭以后 最后只需要每个月还100块钱 慢慢地把这个债还清 债务困扰常常让我们感到束手无策 不论是个人信用卡债 公司信用卡债 还是其他形式的债务 债务问题都可能对个人及家庭产生深远的影响 债务不仅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负担 还可能导致精神压力 焦虑和疲惫感 甚至对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解决债务困扰 找到合适的时机至关重要 然而 什么是破除债务困扰的最佳时机 最佳时机取决于多个因素 包括个人经济状况 债务金额 债务类型 以及未来的财务计划 一般来说 最佳时机通常是在债务问题开始显现 但还没有完全失控之时 当你意识到债务问题日益严重时 不要等待更多的利息和质纳金积累 而是及早采取行动 在面对债务问题时 抓住最佳时机解决困扰至关重要 今日的天下纵横谈 将为您提供专业的分析和策略 以帮助您判断何时是最佳时机 进行债务减免 成功摆脱债务困扰 重获财务自由 您好 我是沈玲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在美国人手一卡是免不了的 这个信用卡不但是有一张 甚至还有两张三张四张五张 殊不知到那个时候就已经债台高竹了 到那个时候又付不起钱来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您收到讨债公司的信 或者信用卡公司的催债信 不要担心也不要着急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你把账单拿给我们 我们帮你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来告诉你该怎么样做 一步一步教你怎么样去 解决这个债务烦恼 重新回到生活轨道 嗨 玛丽 你好 嗨 小丽 你好 你好 跟大家打招呼吧 你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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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邀请到玛丽丽 来到节目当中呢 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哎呀 我很有疑问啊 到底什么减债破产 到底是什么呢 债务减免呢 通常是指呢 在债务违约的情况下 欠债人和债主呢 进行这个谈判 以合理合法的方式 解决清偿所有的债务 它是一个货产的替代方案 那通常呢 如果是你跟债主 通过谈判以后呢 都少于你欠债总额 比如说你欠一万 最后呢通过谈判 还四千五或者是五千 后面的六千五或者五千 不再追你 这叫减债 所以其实减债啊 是要有技巧性的来去做策略性的对谈跟协商 才可以把你的债务呢 尽量减到再低一点 有没有可能再继续低一点 这个减债呢 应该是 可以说是一个专门的学问吧 这个专门的学问呢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开始做 我们应该怎么问呢 在减债的过程当中 可不可以就停止它 我们所谓的薪资抵押 有没有可能让我的账号冻结 甚至有没有可能啊 让我的债主骚扰的行为 暂停一下呢 Maryland 是 如果你收到讨债公司的电话 或者是信件的话 先不要着急 先弄清楚 这是不是你的债 这是第一 如果呢 你的薪水 或者说你的银行被冻结 薪水被积压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必须马上去处理了 怎么处理呢 第一 你就把债务全部还清 但是很多人呢 尤其是欠债的人呢 就根本还不清 那怎么办呢 第二 你主动地跟债主呢 进行谈判 和解 制定一个还款计划 把这个债务清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有可能债主不是你的债 那么你就要 challenge这部债 那最后一种方式 你确实是没有办法 它从你薪水中扣押的钱呢 完全是你的生活费 你没办法生活了 那怎么办呢 你需要发一个 clean exemption 就是货面 给偿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呢 你一定要请律师 或者专业的人士 帮你来再file 然后这样的请求法 法庭呢 法院呢 给你做一个就是还款计划 我们有这样一个案例呢 比如说 客人每个月收薪水是2000块钱 扣押薪水呢 扣押25% 也就每个月500块钱要扣掉 那最后跟债主谈判 然后做相应的文件 那到法庭以后呢 最后只需要每个月还100块钱 那么慢慢地把这个债还清 原来啊 其实债务减免真的是有方法的 而且是要一步一步 按部就班的来 不要以为啊 今天啊欠下了天大的债务 真的天都塌下来了 也许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吧 可是只要有专业人士 可以帮到你 就算是每个月的死薪水 都还是有办法 可以慢慢把钱还完的 因为真的是无债一身轻啊 Marilyn也有问题要请教你啦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减债减债啊 这个减债呢 对个人的信用历史是有影响的吗 是的 会有一些影响 就是说呢 客人呢 如果呢 你欠了债 你要做债务减免的时候呢 我们前面说了 你是在严重违约的情况下 只要你违约了 你的信用分数一定会降下来 那么通过跟债主的减免协商 然后还他一部分钱 债主也接受了这个还款金额以后呢 你也就按这个时间 把所有的按着这个Term 把该还的 对方接受的这个款项还完了 然后你的分数也会慢慢的上来 啊 你看在美国这样的生活的地方啊 其实啊 信用分数真的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欠了债之后呢 整个分数跌了下来 就真的什么贷款都贷不到了 可是如果有一个专业的人 可以帮你把所有的债务 一点一滴的 不但是减免而且还干净的话 信用分数又可以上升了 又可以是另外一个美好的人生 再怎么说啊 真的还是很重要的哦 我们这么说好了 那怎么样才可以提高这个所谓的信用分数 来增加我们的信用额度呢 首先要知道呢 信用分数是由几部分组成的 五大要素 这五大要素呢 主要是指的是 还款历史 欠债额度 账户年份 信用种类和查询 那么这五大分类呢 我们在表中有显示出来 每个每一份呢 占百分比是多少 那主要是你的还款历史 也就是说你按时还钱 然后呢 积累你的时间 你的信用分数就会上来 信用分数啊 在整个美国来说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如果有一个专业人士 能够帮到你的话 就更为重要的哦 Maryland 来来来来 那欠债啊 找理性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什么样的原因 你真的可以怎么样帮助到 这些想要减债的人们呢 欠债找理性呢 这是我们公司的slogan 我们公司呢 从07年开始 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呢 服务华人社区 也帮助成百上千的家庭呢 解决债务的烦恼 你知道呢 很多客人呢 来了因为这种 家庭的突发状况 或者说是这个失业呀 离婚呢 或者生病呢 给家庭财务 造成很大的这种困难 然后这时候呢 如果有这个讨债公司 律师来找你讨这个债呢 就给他身心造成双重的伤害 就是你的精神压力 心理压力 很多人都陷入这个忧郁啊 这种状态 那么你自己去解决呢 当然可以 可是你把烦恼 更多的烦恼 给自己增加上过来 那么我们呢 就以十几年的专业精神 和专业经验呢 来帮助客人 解决债务烦恼 无债一生轻 然后呢 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 回到正常的生活啊 当然是每个人所希望 当然也是每个人所向往的 不过啊 人生啊 人生不过就是一些坑坑巴巴 有时候就可能会有 大涨的起伏 或者是小小的起落嘛 在这样的时候呢 也不用太过于紧张 因为呢 有债务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只要照正常 而且是正当的方式 做到减债就可以啦 那又有问题了 Maryland 我们说 面对债务问题的时候呢 那怎么样才可以提供 所谓的协助 还有我们所谓的解决的方案呢 这样子的 如果呢 客人遇到债务的烦恼 第一不要紧张 很多人会压力很大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因为呢 我们美国呢 有1.2万亿的信用卡债 46%的人都有债务的烦恼 那么你有收到这种讨债信 或者说是这个讨债电话 先不要着急 拿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帮你分析 看看首先这是不是你欠的债 如果是你欠的债的话 我们代表您跟信用卡公司 或者跟债主进行协商 然后制定一个还款计划 让你无债一生 重新开始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解决之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啊 当你欠债的时候 我相信应该是身心 非常疲惫的话 不但是身体上面 觉得劳累 心理的压力 也真的是非常大的 在那个时候 你怎么还能有心情去跟所谓的债主 做negotiation呢 如果有一个有经验的 可以告诉你怎么做 按部秋班的把事情都准备好 一步一步的帮你制定还款计划 让你的信用重新起飞 何乐而不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